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這個... 這哪裡啊? 雙聯站跟民權西路站中間 才剛到就接到一間Sukia的 1.3公里只有40塊 不過因為是第一單 第一單 這我開市單,這我一定要接 好吧,我就去取餐啦 各位朋友,我現在要去老地方 去取好朋友的餐 好朋友的Sukia 其實這個第二單 我也覺得妙妙的 為什麼妙妙的呢? 因為我剛好... 剛剛啦 現在第一單是民權西送到民生西 講錯了,是民生東一段 結果呢,第二單就給我是 但是我人在民生東的時候 他就丟給我 哇,簡直莫名其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隔這麼遠他還丟給我 不過算啦 因為這單還蠻漂亮 70多塊錢 我就還是接了 好啦,廢話不多說 要去Sukia去取餐啦 快到了快到了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捷運台大醫院站 我剛剛送運單到附近 哈哈,在大醫院站附近 那一單 蠻肥的喔 蠻肥的 雖然我取餐有點遠 但是因為從 清戰送過來嘛 然後居然還有70多塊錢 這是很漂亮的單 這樣 那麼我現在打算 要去台北車站那邊去等單啦 那一樣齁 就是 我的這個 作戰計畫齁 實行300塊 然後挑 價格漂亮的單齁 還有就是 價格合理的單啦 這樣 哦 我看一下 3.1公里 96塊錢 德州美墨 各位賠喔 這個單 價格很漂亮啊 接 好啦 我要去取餐了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杭州南路二段的某一條巷子裡面齁 那我現在要去這個 呃 呃 呃 那個 胡須章 胡須章東門 唉唷 70 等一下 71塊錢 讓我看一下 讓我好好看 春水塘 星光三月 站前店 呃 天啊 這單我先不要接 好 OK 那麼我現在要去 呃 胡須章齁 講錯 不是東門齁 我現在來仔細看 台北華三點 啊 啊 這單很妙齁 這單它顯示是 啊 好像也是兩公里多還是三公里 我有點忘記了 啊 我意外發現齁 這我猜測了啦 我認為現在UberEats 它是把 公里數 取餐跟送餐全部加在一起 這樣子 它把取餐跟送餐全部加在一起 齁 齁 所以才會出現就是 欸怎麼 我送餐才一公里 它 它 卻顯示兩公里還是三公里 好像是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 好啦 我先去取餐 先不要太多廢話 OK 啊我現在 唉唷 怎麼會這樣 開上來 啊不管 我現在要這個送一單齁 手上有一單 我要送到那個北車附近齁 剛剛有聊到齁 就是 呃 好像是從前天開始吧 還是昨天 還是 欸應該講說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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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發現就是齁 有一些公里數怪怪的齁 那我後來發現齁 我就今天 大概有注意一下齁 那我有發現 呃 那個公里數齁 可能是把這個收送餐 加總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注意到就是 我有幾單齁 我人 離這個 呃 店家還很遠 大概差不多一兩公里 然後呢 我就接到單子了 那我接到這個 這個 這個訂單之後呢 我就往店家那邊送 之後我取餐 我再看到要送到的地點 差不多也是一公里左右 那 我在接這一單的時候 系統出現的公里數 是三公里 齁這樣子 所以我懷疑啦 我 我懷疑齁 就是 最近系統 它就是直接把這個 這個收送餐的公里數 把它加加在一起 大概是這樣 那 反正 大家 有看到 可以自己算算看 是不是這樣子 我 我只是 從其中一單發現之後 開始 那 今天的 我就大概都注意了一下 我都有注意一下 好像都有這個狀況 這樣子 尤其是像我剛剛 跑到這邊來接一單 這個 胡須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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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結果又有一單 這個 這個疊單 我本來要鋸掉 不小心按下去了 然後我想說 反正按了就算了 因為我看疊單上面寫 0公里 結果呢 這一單的取餐跟送餐 都蠻近的 都在1公里內 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 接到 華山的 胡須章 之後 那單疊單 是華山胡須章 旁邊的 摩斯漢堡 這樣子 然後 就送到對面而已 送到摩斯漢堡的對面 非常的近 這個 剩0.5公里而已吧 這樣子 我 所以我就想說 欸 這個 應該就是 什麼 就是 收送餐的公里數都疊在一起了 大概是這樣 其他人怎麼樣 我也不太曉得 因為我有注意到 我的APP是這樣子 沒錯 喔 好啦好啦 那麼就 啊 嘿嘿 喔 我的那個送餐點快到了 待會再聊 各位朋友 我收到一單 Custom的 冰淇淋 從老地方收單 然後 送到 建國 南北路 附近 這樣子 就是市民大道這邊 那 這一單其實 講老實話 啊 我覺得是肥單 哈哈 價錢還不錯 一百 一百三十幾塊 這樣子 但是距離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市民大道鼻子這樣往前走 我懷疑這單啊 一直被別人拒 拒單 因為Custom的關係 喔 因為Custom冰淇淋嘛 那你這個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怎麼樣咧 去接其他熱的餐點 所以我也是為了這一單 我也是拒掉了三單 當然他們其實這三單也是夾單 喔 就是他要夾給我 欸 其實 怎麼講 反正就是 金額我覺得也不是太漂亮的 那當然我就把它去掉了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來這個 專心騎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建國北南京加大口這邊的這個 stubway 那這一單呢 我來取這一單 更是確認我剛剛的假設 就是今天發現的 就是現在的UberEats 是把收送餐的公里數架在一起 然後投放給這個APP 我剛剛人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光華商圈 收到這一單 然後上面顯示2.8公里 然後我從光華商圈騎過來 兩公里 然後我現在要送過去 客戶地點在0.8公里 所以這樣兩個加起來是2.8公里沒有錯 所以 大家現在看那個公里數接單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各位朋友 是巍巍啊 哇 沒想到他跑這麼遠 這也是遼寧街跟長安東 哇 他接單接超遠的 辛苦囉 辛苦微微喔 大家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南京東路2段上面 啊 我現在接了最後一單 呵呵 其實剛剛手滑 我本來要巨單的 結果 巨單按成接單 哇 那我就 算了 我想說緣分吧 那就乾脆來接齁 那這單要送到那個 龍江路附近 啊 那也是 就是送完我從龍江路那邊回家 喔 那也是蠻OK的 所以 也是不錯啦 也是不錯啦 好啦 專心送餐 專心送餐 好 各位朋友 今天我現在在鳴森東跟這個 呃 建國北的交叉口 我剛剛已經送了最後一單過去啦 啊 Sukia的齁 我順利抵達這個客戶門口 嘿嘿嘿 啊 那單Sukia那一單齁應該擺滿久的 因為我這樣摸一摸它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飯碗的那個底部齁 欸 已經沒有很燙很燙 是微溫微溫 今天 今天禮拜一齁 我想很多 這個 夥伴齁 大概都是齁 就如之前有一位夥伴講的齁 就是 欸 啊 這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燙獎拿到就 就回家了齁 這樣 齁 所以今天 這個 我有去一些地方取餐齁 然後那個 取餐桌上面 都蠻多餐的齁 都沒有人來拿這樣 好啦 那不管啦齁 都好像禮拜一禮拜四 都會碰到這種狀況 啊 另外一個是下雨天 嘿嘿嘿 好啦 現在是9點30分齁 我今天跑得蠻晚的 我今天跑了4小時又49分鐘 那為什麼會跑 跑4小時 其實這樣 我跑4小時的時候呢 我已經 確認了 我今天的那個 實行300已經達成了 只是我看了一下那個 我 我跑了燙次 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還差 還差4單 好像還差4單 就可以拿到 這個 第三個燙獎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三十趟 這個三十趟 我上禮拜六 就完成了 然後呢 有多跑兩趟 還是三趟 到第二個行程 所以我今天等於是 我 實行300 4個小時 完成的時候 我第二個行程也完成了 然後我第三個行程 跑了只剩下 4趟 非常的妙齁 不知不覺的 今天就跑了20 不能算25趟 今天我 看一下今天跑幾趟 今天跑22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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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有挑單 就有幾單 假單 假24塊錢 那我就全部放生 然後還有就是 我接到一單 Custom 那我剛剛有講 我接到一單 Custom 冰淇淋 變成說 我其他單 我都不能夠取啊 萬一我取到那個什麼 湯湯水水的 超燙的 夾到冰淇淋旁邊 我冰淇淋一定化掉 我一定會被客訴 負平一支 可能就會拿到 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Custom 他有丟三單給我 那我就全部鋸掉了 這樣子 當然他價錢也不是很漂亮 那當然就鋸鋸也是 就沒關係這樣 那後來 剛剛我送最後一單過來的時候 系統又丟了兩單給我 那我還是鋸掉 因為我確定我就是 STOP 我準備要休息了 不要再跑下去了 9點半 今天跑真的是有點晚 嘿嘿嘿 不過還不錯啦 因為時間 欸 哎呀 我蠢爆了 既然 哎呀 我天啊 我已經都跑了4小時 又49分鐘 幹嘛不給他跑5個小時咧 啊 各位朋友 我 我這個是 蠢爆了 我剛剛應該就 就把5個小時把它完成就算了 然後5個小時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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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就 1500 啊 結果我沒有 我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只想到我 這個 第三個行程的燙 我看一下這第幾個行程 第三個行程 燙市燙獎完成了 我就要下線了 啊 算了 算了 我今天也是晚上跑到要投昏眼花 好啦 不管啦 廢話不多說 有點棒了 要早點回家 不是早點回家 趕快回家 好明天繼續